股东会聚焦下半年展望 华硕共同执行长就表示了 缺料问题还是非常严峻 因为缺料加上欧美经济解封 所以PC的需求减缓 摩根士泰利更是下修了华硕跟鸿基 还有广达的目标价 再度畅衰了供应链展望 2021年的这个营运的展望 跟规划积极的成长目标 强化现有的核心事业如主机板 电脑电竞产品的领导地位 华硕董事长施崇堂 在股东会上说明 今年营运目标 2020年社会宅经济居家工作 以及远距教学带动笔电业务 出货量大增 因此华硕发放现金鼓励26元 殖利率7.3% 宏基表现也不错 现金鼓励1.5元 殖利率5.4% 而今年相关产品的需求 仍然在高档 在gaming的就是库存的水准 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那一般的consumer的notebook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水位有比gaming要高一些 不过还没有恢复到 我们正常的库存的水准 不过下半年营运还有隐忧 从今年大家在媒体上面 应该看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所谓缺料的状况 那目前缺料其实还是非常严峻 缺料问题短时间难解 加上欧美逐步解封 居家办公的需求减缓 摩根士难利更是下修 华硕平等 目标价从435元 调降到305元 宏基平等降到减码 目标价也下修到21元 广达降频到中立 目标价从110元下降到85元 NB的代工厂商其实他们的股价都已经回到年限附近 甚至在除息之后是跌破年限站不上 也没有填息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它领先反映的是 NB市场已经开始出现需求下滑的一个现象 不过华硕在股东会上也说明 面对缺料大致上还是可以满足客户一定程度的需求 下半年业绩展望仍然不看淡 三立新闻胡克强旅裴军台北采访报 如果 入市 immedi 乖